掰掰 晚安晚安 我真的要關播了 掰掰 晚安 卡丘晚安 德圈晚安 啊 間違反了 這個 寶寶晚安 浩毅晚安 今天穿得好白 九大晚安 今天蠻涼的 昨天睡覺的時候就很 就開始涼一點點 少圓晚安 然後 還好 還好 都沒收 夾克是什麼 爵克莎晚安 Sky晚安 紅鼻子 出風晚安 星雨晚安 圓迷醬油派晚安 魔汗晚安 玉萍晚安 小蘭花晚安 小皮晚安 趙凱晚安 啊 Jacket 今天好冷 對阿 開始變冷 阿澤晚安 家立山晚安 夾克就是Jacky 哈哈哈哈 看這是卡妹送我的衣服 他說他不會穿 可是蠻大件的 就是肉肩 然後 對 哈哈 現在有點太大件不好看 所以我就這樣穿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剪掉 欸不是剪掉 嗯 就是從 可能要重新縫 就是 嗯 這樣就看起來比較好看 欸咻 這樣是不是太性感 嘿嘿 你們現在才發現 家座晚安 阿澤晚安 好看 謝謝 捲子彈好看 謝謝 卡妹竟然送原來太陽 因為他說他不會再穿這種衣服 哈哈 阿道桑晚安 這兩天比較人 如果他要把外套穿起來 好的 肉肩好性感 對阿他現在不想穿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剪掉就不能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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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不會是Jacky 看一下我有沒有吃 游客 ヽ ノ 我吃飯 你看 他要走性感路線 不是 只有 只要這個衣服 遊んで見着弄那個 昨日の夜 本当にお腹がねじれるほど笑ったんだけど 笑 你要不客人 我也不敢穿这样出门呢 只有直播的时候 他现在又有买新衣服 然后就是有很多旧衣服可以送我 各位让姐姐性感 谢谢大家 那奥手材はダメですよね めっちゃ面白かったの 横のコメントが面白かった 太郎さんの 実況ね 新鮮售学院屏 直播限定 对呀 穿这样 嗯 从事晚安 卡妹买新的看起来 工作蛮顺利 对 他买就是比较适合上班 上班的时候比较适合穿的衣服 对 他不要的衣服 是我叫卡妹不要若接 一定会被他 不会吧 Ruka有吃润饼吗 润饼 平常有吃过 但还是要注意一下 没问题 卡妹买更性感的给男朋友 看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谢谢 谢谢重生 Rukaちゃんにも楽しんでもらえたの Ruka めっちゃ面白かった そう どこの人 こうするみたいな 好吵 好吵 外面好吵 北极熊 谢谢送爱的小熊 Ruka穿这样好看 真是极可爱跟鸡子 谢谢 谢谢 君の虜独になってしまえ いい でもなんか暗いな 今日 白い服着てるから かし 会不会太白 白すぎないですか 大丈夫 可是我喜欢Ruka穿这样 这样 应该说成员穿这样我都喜欢 真的吗 可是之后可能天气比较热 我可能就不会穿这种衣服 祝你安晚安 等下给你们看 鎖骨 鎖骨 今天还在专修 我们早上会吵 还好耶 目前 不味道太吵 美肌一白 白一点也好 嘿 超多次可爱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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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吵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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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沒有成員直播只是這樣 喔!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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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八千次喔 其實沒有什麼感覺耶 巧妙相見 馬上衣袖子感覺很... 對!超大件的不覺得嗎 卡妹之前 他想要怎樣 這樣算不算很多 這種數字意義不大 以望應該更有感覺 母秀可愛 謝謝!謝謝德權的紅包 我是運氣王的樣子 耶!我是運氣王的樣子 耶!沒有!阿澤超過我 去溫泉 遊戲裡面的 不是真的 不是他真的去用 對! 請坐八千哪個紅包 卡妹喜歡Oversize的衣服 對!可是我覺得這種衣服不要太Oversize 比較好 太危險了 有跟他講嗎 沒有!他送我的 他說他不會再穿這種 他想要整理自己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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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昨天問我 在外面應該不會穿 但是直播的時候感覺可以 好! 卡妹可能想要去溫泉魚館買 不會啦! 這件的 看點是 可是我 這個有點刺刺 會不會變紅紅 對啊!卡妹在整理衣櫃 沒錯! 多少買 可能要問他囉 他也會很便宜 質問是一個清聴的 他想要去的 他也會想要去嗎 了解 真的 他很少 真的 你沒想到 Ree 是 是 答案 す 了解 超然 超級好 請搶 就覺得還好 這樣等等會不會過敏 如果真的直接變紅起來 我就換衣服 凱妹是穿這件是出去想要 這是saggy 對啊 可是TP的衣服都是不會落這裡 我練排球 其實我的肩膀是蠻 比起其他女生 就是快了一點點 所以呢 唯一的好處就是 穿這種衣服 不太會掉下來 然後 拿包包 很少會掉下來 對 打排球 唯一的好處 祝你高晚安 多分バレーやってたせい 怒り跡なのかな だからバッグが落ちてこないっていう 唯一の そうなのよね 肩がしっかりしちゃったからね 服来ても わりとガッシリして見えちゃうのがちょっと嫌なとこなんだけど 好 毒蜘蛛 毒蜘蛛了 對齁 好像只有毒蜘蛛了 這個衣服加下來 這個他會保護我 今天超美 謝謝 女生衣服材質 有很多這種的不舒服就穿 加內搭吧 好的 我裡面 可能會過敏 最近配短褲就超犯規 看喔 Haskey晚安 覺得肩膀滿停的 對 很多女生 肩膀都是會 下的 可是我肩膀就滿 真的 骨架交代 還好 就只有肩膀而已 就只有肩膀 然後屁股的骨盆也大了一點點 走個秀啊 不要 不要不要 手上次被咬的那個還好嗎 上次被咬的 如果我手機沒電了先拜拜 好的 等你回來 我上次哪裡被咬的 有被咬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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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小小小 送二一是愛你 骨架大一點 那不就是骨架大一點嗎 骨架是指這裡喔 我也不知道耶 肩膀挺一點比較好 衣服撐了起來 對 腋下那邊 你抓到破皮的 這邊已經變好了 可是 今天沒辦法 給 那裡不是被咬的 對齁 然後 還撕著 然後這裡是 我昨天被碰起來咬的 我想說 我想說小鈺你怎麼知道我被碰起來 接近腰下的地方 對呀 有變好一點 包圍晚安 Akira謝謝 新衣服沒有說 新衣服 比較不會過敏 沒有啊 這是舊衣服 謝謝送我鼓勵季風亮 易凱晚安 咖啡晚安 米酒晚安 Akira謝謝送我彩虹糖 彩虹糖 鼻子也有 鼻子 鼻子也有 還有這裡 這裡是昨天 是咬的 結果LOOK還真的被咬 想要玩 Akira謝謝送我彩虹糖 冠甲不是咬了你的鼻子 對 我忘記了 鼻子已經好了 冠甲好像很愛咬人 他乾睡醒的時候 的時候脾氣比較差 嗯 換講 外面比較涼 我的房間比較熱 我的房間比較熱 我的衣服真的沒有 我的衣服真的沒有 我從來沒有穿 我從來沒有穿過這麼 袖子這麼長的衣服 媽咪是不是都喜歡咬人 嗯 不知道欸 然後怎麼感覺讓我覺得鼻子還會咬人 看來他有起床器 你是鬼魂嗎 不覺得很像嗎 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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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個短褲啊 給你們看 短褲 但是從前面看是短裙 咬人 咬人 是不是塞進去比較好看 好看 塞進去 咬人 都不進來逛街 對啊 現在碰獎都在外面 我的手要收在衣服裡面才像鬼魂 剛剛不是不給看 對齁 忘記了 你這是沒穿法 沒有 對 對 這是設計 所以這種的算酷裙對不對 謝謝從這送我帶我走 稍微那麼可惜一點 不是 不是太群酷 從這 看情況 不用塞比較好看 再不見了 這個很重要 我沒有穿法 可是確定沒有穿法 沒有 最近穿法也沒穿 今天是1.5小時 播到10點半 對 應該吧 我上次應該沒有播到2個小時 我上次應該沒有播到2個小時 所以就是今天播到10點半囉 Kat晚安 謝謝送我玫瑰 這件剪穿 應該穿不下 就很奇怪啊 屁股那邊會凸凸的 所以肚子看 看起來很大 所以肚子看起來很大 有時候留言 有時候留言 跑得太快 我可能沒辦法唸到 我不知道有沒有 有沒有小時 如果我沒有唸 有可能 沒有看到 也有可能就是故意沒看 今天是你的同學 這個是怎麼讀過今天 今天跟 那個 我跟妹妹 還有媽媽一起去日本料理 我吃了壽司 還有日式炸雞塊 還有什麼 用酒 蒸了蛤蜊 之類的 可是我回家的路上還是很餓 所以買了車輪餅 帶回家 然後我現在還是很餓 這件穿法沒關係 因為 都是同一個顏色 我們也看不出來 小感冒而已 我最近會有鼻水 看出來穿嗎 還是有先曬過 你說這件嗎 我不知道卡妹有沒有曬 如果他沒有曬衣服的話 他就沒有曬 對呀 有時候真的太多留言 我沒辦法看到 加了一起去吃大餐 對呀 兒童節快樂 對呀日式炸雞真的好吃 對呀 月美 送我彩虹糖 快樂 童彩 沒有 我們又不是兒堂 一起去日本 嚇死我 日本料理 對吃日本料理 對吃日本料理 感覺Ruka很未吃 但是一直都很瘦 對不起按到了 現在應該可以 對最近比較吃很多 然後我的胃口原本就是這麼小 有變大了一點點 然後我 前一個禮拜 我不是說 我現在變成41點多 過了一個禮拜 我胖了一公斤 又變回來 42公斤 所以演唱會前 我應該還會 控制自己的思慮 你頭髮這樣看起來好像短髮 這樣比較好嗎 可是我頭髮這樣就看不到 看不到鎖骨耶 當一日兒童 我才不想當兒童 嘿嘿嘿 謝謝小月送我徐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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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小月送我最精粹 謝謝建國送我彩虹糖 謝謝小月送我四葉草 謝謝小月送我四葉草 沒錯盼回來了 沒錯盼回來了 就是reset光源啦 就是reset光源啦 超哥晚安 體重操作自如 體重操作自如 這樣比較好控制在42.9 對就是 但是我怕我一直吃 會變成43 謝謝湯萍萍 續費一個月的粉絲團 ありがとう 我覺得你到44應該都算OK 我變44這邊會 這邊會長起來 眼看起來變大一點點 明天放假你有直播 我記得我明天有排直播 我記得 4月5號 對我有排直播 今天看的路卡都好 原來這件衣服是 對對對對對 就是落這裡 然後就是有一點危險的感覺 感覺快掉下來 但是 但是其實 其實不會掉 延續兩天 沒錯 看起來沒什麼差 所以到底是怕到去哪裡 肚子大腿 然後臉 臉夾 男生從哪邊胖 肚子嗎 TP有一個成員呢 他有變很帥 然後就是 好像突然變胖的樣子 他的大腿有一個 就是皮膚裂開的那個線條 不知道什麼時候 他什麼時候有的 我發現就是突然變很胖的人 都會有那種 皮膚裂開的那個線 而且聽說那個很能消 尤卡的肩膀很香 對不對 啊 很香 對對肥 胖文 福生晚安 有些人在肚子 有些人在屁股 有些人在大腿 這問題我沒辦法回答 因為我不知道會胖在哪裡 從來沒有胖過是不是 那要胖很多殘友 這個是爆料嗎 我不會說是誰啊 那個消不掉 是永遠消不掉還是要 就是過了一陣子才會消的 你們都有經驗是不是 哪點那個 Devsense的那個 違う呀 Devsense的那個 太太太人了 人喜歡的人 哪點啦 你記料量夠 貼紙應該不會太高 我不管瘦 我在公司量每次都超過20%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家裡量 都是17到19% 消得掉嗎 這種應該是要一直練 一直練才會消 大腿很多 大腿很多 因為太肥 問卡妹生小孩 懷孕也容易有 啊 卡媽喔 卡媽沒有 顏色只會變淡 不會有痕 啊 不過會有痕跡 哪點而已 我沒有痕跡 肥胖紋 保養品 或雷射就可以 喔 只能用這種 只能用這種方法 我掌握肥胖紋 現在都沒有了 喔 真的喔 那還是會消失可能 但是可能要 可能需要很多 很多時間 是不是 是變瘦起來就會 消失嗎 什麼 怎麼說 太太 時 你 できる 線 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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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太美要想 你心想呢 看不看 憎われ 我得不得意 我得不得意 我明白了 我可以吃到人的 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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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很美味的東西 大家都是在大學生中 很濃郁的人比較多 我有看過很多 他高中 他升大學之前很瘦 但是升大學之後呢 他狂吃那個 宵夜啊什麼的 然後突然變很胖 然後他們說沒辦法台灣的宵夜都太好吃了 然後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慾 然後就越來越胖 好羨慕喔 我之前去買宵夜我媽就會罵我 上大學之後就控制不了 我高三那一年胖了12公斤 是因為壓力太大嗎 就是要面對學測指考 我就是這樣 好像很多人都是這樣 宵夜這點無法否認 因為沒人管教 這不就是在說我嗎 台灣翻譯也一堆照我的店 真的寫了 對呀 什麼 剁薑店啊 鹽酥雞啊 真的都很好吃 說時候我昨天 我昨天有吃宵夜 我去全家買了炸豬排的 有一個三明治 超好吃 因為上大學之後運動量相對可能 會比較少 然後就 有可能 對呀 我沒有體育課 除非她有參加排球社啊 籃球社啊 吃宵夜很開心怎麼會被罵 我媽叫我不要浪費錢 然後 她覺得這樣 這樣我很不健康 對胃口 對胃口腸胃不好 然後就會罵我 可是她昨天就睡死了 我就偷偷半夜三四點 偷偷去全家 我高三四練 瘦了二十公斤 大學直接判回來 哇 二十公斤耶 好厲害喔 可是直接判回來好像也很厲害 應該是坐著 坐著的書 舊款式就變超胖 但是上大學就瘦了 了解 就是一邊 就是考試的 不是考試 讀書的時候一邊吃一邊 一邊寫東西 好像不錯 下一隻炸豬白是有點多 台灣越完賣的越不健康 你現在是不是小感冒 這幾天不要冰的羹炸了 好吧 難怪網友會說 台灣是個很危險的地方 因為太多 優惑 不小心就會吃胖 對啊 我現在晚上很少吃宵夜 現在是我的77公斤 恭喜 對 對 對 真的 對 我之前 參加排球隊的時候也是這樣 晚上10點11點才會結束 然後跟大家一起去買東西 這麼晚吃 這麼晚吃真的沒問題嗎 只有這個禮拜可以 下禮拜開始就不行 唉唷 連假嘛 讓我吃多一點 在台灣越不健康的越好吃 真的 沒錯 而且 而且就算在半夜吃 點下夜 UberEats Fu Panda 還能幫外送 喔 真的喔 我都會 我都會走路去 下次跟卡妹說 睡覺的時候 要在Luca腳上綁領帶 卡跟卡媽說 我想卡媽會先睡 下次半夜3、4點偷偷去 好像高中生小孩子一樣 對啊 因為我高中生 我國中高中大學都不能這樣 所以 現在當社會人 才會做這種事情 3、4點算早餐 對 然後我昨天 3、4點吃 吃東西 然後 早上 我還幫 卡媽卡妹買 早餐 然後才 然後才睡覺 因為有時候肚子太餓 沒辦法睡覺 有時候吃香菸是小缺心 看起來吃不胖 會胖 對 可是要跳舞 或是運動 要自己控制 你這集包要自己玩 對啊 怎麼辦我最近都睡不著耶 好可怕喔 對 不行 真的不行 戲隊都會打到開 打到關燈 對呀 很累 有時候很累 大學晚上練完就去 糾團吃雞排 喔 雞排加蒸 好可怕喔 好可怕的組合 家月晚安 還是家餓嗎 家月 半月吃越來越方便 然後體重就越來越重 沒錯 我大學打籃球隊也是為了練身體 結果每次練完球都要吃宵夜 台灣的夜市就是延宿介紹的雞排 什麼都有 可惜我們家附近沒有夜市 要不要以前沒體驗過的東西 正現在有機會體驗一遍 沒錯 有時候真的很好奇 半夜的外面的街道長怎樣 外面的街道長 然後長上 五六點的時候出門 好像也蠻舒服的 就只有那個鳥的聲音 肚子太愛就喝水吧 然後逼自己睡覺 如果出門不怕遇到壞人嗎 有時候會怕 可是我也不會走太遠 以前在台灣的日本人 不只一個跟我說 在台灣下夜吃 多人會怕得太邪惡 在日本都不會 因為日本的 都蠻貴的 台灣的就很便宜又好吃 就會想吃一點點 肚子太 我還沒看哪裡 阿朗謝謝送我禮物 守護靈 念書的時候凌晨4點多 同學長約約就吃豆漿小餅 台灣聞けたら我絕對不取 そうなんだ 安いのが多分一番一番の魅力 安くて美味 日本的蝦葉也不是很差 但沒有像台灣的蝦葉這麼高熱量 日本的蝦葉どう是什麼 他們都會自己煮東西 おにぎりとか 卵焼きとか あとカップラーメン 日本の夜食って言って 私が思いつくのはそれ 對 對我來說日本的蝦葉就是飯糰 蛋捲 還有 抖泡麵 餐餐就很多阿公在公園運動 對啊 五點就還好 六點開始比較多 外面三四點 有一對阿公在出門 喔 三四點就還 我家附近就還好 天中晚安 在早沒車沒照應的時候 你早上五點都起床也是可以體驗 對 如果我早上有 早上很有精神的人 我一定會常常 我一定會常常散步 可是 嗯 我通常早上完全沒有精神 想到Dika好像在直播說過 他半夜看大衛王 大衛王節目 我現在不敢看到未完節目了 下次半夜出門講一下 我可以去保護Luka 警察先生 這裡有酒店 日本便宜商店就夠好吃 台灣半夜還蠻多人沒睡覺 阿府晚安 沒睡覺都在幹嘛 打肉嗎 英雄聯盟 我去日本吃 沙葉豆買 欸欸欸 Eonかな 的東西來吃 多分沒有握手 對的 他可能 他可能沒想到 日本喝豆漿嗎 鹹豆漿吃嗎 鹹豆漿 沒有印象 跟油條一起喝 是不是 我今天我媽原本叫我 叫我去買 油條跟鹹豆漿 可是 可能是因為廉價的關係 那個豆漿店沒開 所以我後來買別的東西 睡什麼睡起來 很常看日本Youtuber 半夜煮泡麵之類的 嗯 因為很方便阿 女生在大孩子上面是 喔 ちょっと健康的 快點 日本下夜吃便利三天就好慣 東西也比台灣的豐富 睡完紀錄就是沒有睡阿 就是隔天 台灣人去日本的宵夜就是便利商店的招跟烤物 有阿 一整天不睡 就是隔天早上才會睡覺的那種 玉子燒因為做的時候比較麻煩 但是 我覺得玉子燒很會配 跟飯糰一起吃 為什麼感覺路卡常常晚上在外面散步 即便有什麼都很清楚 沒有 我平常 從練習回家 我到家都12點多了耶 集體報名保護路卡 這樣聽起來警察都電視久待 才會這樣 路卡熬夜 熬夜該不會是打樓 不會 我沒有玩過打樓 好玩嗎 豆漿我還不敢喝鹹了 我喝 我很喜歡鹹豆漿 小不到日本人敢喝 我媽應該蠻喜歡 我自己是 好像沒有喝過 又鹹又辣又酸的豆漿 日本是不是睡覺前有滑手機 睡覺前滑手機容易睡不著 有阿 有時候就是看明天的工作內容阿 什麼的 台灣有些科技公司 在夜班人員晚上有的時候 會出來買食物 我家附近的派出所還真的都認識我 為什麼 你說七段那裡的嗎 對我想一下喔 天虎那邊的派出所 我真的只是在七段上面有一間 謝謝 請你從這時候吻手裡 露手的招握站 真的 露手的招握 全家的招握也很 很喜歡 我喜歡 我喜歡 但是一晚不睡 可能需要兩三天才能回復 嗯 露不好玩 真的嗎 去日本都會吃冰 進到台灣都好貴 對 真的 打露輸了很容易心態在野 最近應該都在熬夜打魔物 打魔物是什麼意思 你為什麼跟他們 跟他們很好 是經過會打招貨的那種 剛剛去看完台灣的漫財 台灣的漫財喔 台灣有漫財 這個我就沒聽過了 對不起 加油 晚安 每次去日本必吃 我也是 我曾經就是 就是 我要回日本前呢 我每次心裡就想要 我去日本一定要吃這個 一定要吃這個 一定要吃這個 然後進步都是比較便宜的東西 因為我都沒吃過 ファミチキは本当に 二十歳過ぎるまで 食べたことなくて 日本行ったら ファミチキ食べるぞ って 思ってた時期が 私にもありました 笑 魔玩 什麼ライス モンスターハント 有了嗎 啊 死了是不是 這我知道 直男人生呢 都在東京跟 神奈川 比較多 嗯 太久沒有回東京 レカさん 歡迎回來 半夜玩遊戲 如果玩到失敗狀況 很容易心態炸電 日本的ファミチキ 聽我同事說 很好吃 嗯 吃的 吃的 是 日本行 吃的 我們說很多來 radical Easy to kind that they are�� 就沒有那些地方 доллар insignificant みたいな リストが 自分的中 dans 頭 phải 昔のリストであったのがファミチキと あとネルネルネルネ ネルネルネルネは惹かれたな なんかテレビのコマーシャルでしか見たことなくて 日本行ったら絶対食べるぞって思ってた あとはなんだろう あとガリガリ君とか ガリガリ君は最近ここ何年かで台湾にも来たんだけど それまでなかったから どんな味なんだろうって 気になってた時期があった どうぞ じゃあパイチョータンさん叫我們家早餐 そういもう一送過去都很 おおおおおお 原來 你在早餐店工作是不是 好厲害哦 感覺很辛苦 日本的東西你很想在一起 一般日本人都有吃過的東西 我就沒吃過嘛 然後就是常常在看電視上看 我就很想吃吃看 雖然味道就是沒有比我想像中那麼 可能就是太期待了 就是很普通的 也不能說很普通 是好吃是好吃 但是我可能把它想像的真的 超級超級好吃的東西 然後超級期待 很動聽 很高興興奮的 非常常時期待 更是好吃的 好吃是嗎 所以吃了 但這一點 出來 真的有一點 但是 期待し過ぎちゃったっていうのはある きっとケンタッキーより ケンタッキーとかなんかそういうのより めちゃめちゃ美味しいんだろうなみたいな エモい寝る寝る寝る 台湾じゃ売ってないの でティゾハンアセサイヤソンジン あと何だってあと何かあるかな 日本のみんな日本人は普通に食べてるだろうけど 私は食べてないみたいな ガリガリ君食べてる何本くらい? 我很少吃 只是因為台湾之前不是沒有ガリガリ君嗎 うん 所以 就是之前在電視上看到 什麼ガリガリ君的 廣告啊 然後想說 日本的這個冰棒是多好吃呢 對 然後一直期待一直期待 然後回去日本我吃了ガリガリ君 就會覺得 對好吃是好吃 但是 對 就是冰棒 對就是冰棒 台灣買的台灣買也差不多 對呀 日本好像 在日本ガリガリ君好像算很便宜 比較便宜的冰淇淋 なんだろう牛丼とか あー えっとね そうだね牛丼も食べたかった Sukiaの牛丼昔から台湾にもあるの 昔からはなかったかもしれない うん そうだね 吉野家もあったけどSukiaは割とここ10年かな うん まあ私の家の近くにはなかったかな 一開始想像的太美味 對呀 因為就是吃不大嘛 然後想像的太美味 但是一吃就覺得 雖然覺得很好吃 但是 沒有大 沒有超過我的期待 就對了 ガリガリ君 我還好還是喜歡冰淇淋 對 但是ガリガリ君 就是冰棒 嗯 笑 我也比較喜歡奶油口味 在魚燒的話 要在台灣吃到日本的味道也不簡單 我目前是 幾乎沒有吃過 幾乎沒有在台灣吃過日本的味道 台灣的牛奶是世界怪的 好像最 可是我不喝牛奶 所以沒關係 好像最近幾年才有Sukia 以前都是有新奶 對 我以前有就是 我好像就是大學生的時候才會有Sukia 還是我一直都沒發現 沒有想像中的好吃就是了 對 對 日本美食好吃 台灣美食也好吃 對 期待しすぎちゃった あと何が食べたかったかな 昔 あれ あれも食べたかった えっとね フリスクじゃなくて ミンティア そう 雑誌とか 雑誌? ミンティアのコメントが コメントというか CMがあって えっと美味しそう どんな味なんだろう ってめちゃめちゃ期待して食べたら ピンキーみたいな味だなみたいな そうなんか なんだろう 台湾でも食べれる味 って言うのかな こんな味なんだって だから 日本の日本人 日本は 昨日の日本の日本の日本に もちろん 何が見つか 見つか 日本の日本に 都不喜歡吃不喜歡吃軟的東西 所以就是故意 故意烤成比較硬的 是因為就是吃起來會覺得 感覺沒有烤的很熟是不是 我沒剪頭髮喔 貓舌頭的我不喜歡吃日本的章魚燒 每次吃都會看到 台灣的也很燙啊 印的比較習慣 日本的糊糊的不習慣 我的良心跟我說要誠實 但我還是說喜歡軟的 我也喜歡軟的 都會是當作兩種食物 對啊 我也是 我不覺得印的章魚燒是章魚燒 那是台灣人發明的 裡面有章魚的很好吃的東西 對 章魚球好了 對 叫章魚球 章魚燒是日本的 日本的軟軟的那種 軟的真的好吃 我也喜歡 印的比較方便 喔對 不太會掉 沒錯 我在台灣第一次吃的是日川的 外皮 硬的但是 對不起看不到 去的東京才 才覺得 嗯 台灣的咬下去 比較不會爆炸 ちょっと待って 日本人 日本人每次舌頭都被燙到 對 都很好吃 我不討厭軟的章魚燒 但是他實在太容易燙到我整個嘴巴 所以我們這邊的章魚燒跟日本的不太一樣 對 完全不一樣 你可以問賣獎 我相信他對章魚燒的要求一定比我還高 對 我覺得硬的章魚燒 也是很好吃 都好吃 對 但是 我不想 我不想說這是章魚燒 對 どっちも美味しいんだけど これをたこ焼きだと認めると 自分の中の何かが ちょっと 嗯 っていう 何かが引っかかるから これを日本のたこ焼きとは別のものって思って食べたら めちゃめちゃ美味しい く感じる 還沒吃過鎮童軟的 台灣有賣嗎 想吃吃看 嗯 我好 我 我不知道 有沒看過 就像台灣人也不會覺得 台灣料麵是台灣料理的感覺 對對對 對 對 你們也應該真的不想說 這是 這是台灣料理 對 對吧 そう 日本でも台湾ラーメンとか 台湾式ルーロファーみたいのがあるけど 台湾人からしたら これを台湾ラーメンだとは認めたくない ってのは絶対あると思うの 笑 就像我們看到日本麥 пор 台湾ラーメン湾 obra 對 對對對 比較好吃 台灣比較正統的大概在Sogo美食街 日本有... 日本是不是在做的 想吃吃看耶 台灣料理只要有醬的很多人喜歡 我自己也很喜歡 日本的台灣辣麵不就是肉醬 嗯 嗯 そうだね 不是不是我把台灣那邊是民國的食物沒吃過 之前日本 ちょっと待って コメントが流れちゃう 什麼既賣台灣麵包 不是台灣人平常吃的 那根本就是日本人喜歡 日本人自己喜歡吃的 然後還寫台灣麵包 什麼的 他們一定沒吃過台灣的東西 可憐可憐可憐 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特色 台灣拉麵腦中都有自動代化名古拉麵 不過Luk有喝過日本的珍珠奶茶嗎 我沒有喝過啊 我怎麼可能去日本喝珍珠奶茶 我的同學每個人都說 日本的珍奶不好喝不要喝 叫你不要喝 對叫我不要喝 很貴價錢兩倍珍珠一半 對 奶茶不好喝 丟家去日本不要點 以後我要跟老闆說我要張雨橋 他們一定說你在講什麼 日本珍奶超貴的 對呀 連珍珠奶茶拉麵都有 這個太噁了 可是台灣也有珍珠奶茶披薩 誰も誰可以吃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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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になんか 日本になんか タピオカラーメンってあるらしくて 今 怎麼處理了 應該不用了 這個想法 我真的去喝過 玩太多丁有點想喝 你一定會後悔的 我是覺得日本真的蠻有趣的 不會討厭 卡妹 應該還好 我去日本喝了珍珠奶茶 在台灣不喝 太餓了 我也覺得 日本很會把珍珠搭配美食 但是前幾天還出湯圓披薩 有人有吃過嗎 其實我覺得珍奶披薩還蠻好吃 真的嗎 那說不定珍奶拉麵感覺很好吃 有可能很好吃 有可能就是那個拉麵的麵直接改成粉條之類的 現在日本是紅台灣古早味蛋糕 對 台灣カステラ 對 我正直說是日本的カステラ 台灣的卡ステラ也好吃 台灣的卡ステラ也好吃 台灣的卡ステラ 台灣的卡ステラ也不太說了 那是台灣的傳統的蛋糕 卡ステラ跟別的卡ステラ 對 太遠披薩好快的組合 對呀 好可怕 太遠披薩 聽說口味很微妙 現在日本沒珍奶 還是有啦 只是現在疫情比較嚴重 很多珍奶店都倒了 畢插客的披薩 去超神買珍奶500多日韻 好貴唷 參與披薩現在才知道 粉條只是把奶茶換拉麵湯頭而已 哪裡有賣 我不知道耶 啊 湯圓披薩嗎 樓上好像有人回答 好像是必插客是不是 我原本想吃吃看 只是看到實體照片黑黑的乖乖的 黑黑的是什麼 黑黑的是珍珠嗎 日本很喜歡開發 奇怪的 誒 神奇的料理 稲葉飯是一樣 稲葉飯是一樣的 吃不到的嗎 喔 對 蜂蜜蛋糕 對對對 據說長崎蛋糕 長崎蛋糕跟蜂蜜蛋糕只是長得很像 但是味道不一樣 對 完全不一樣 我自己覺得是不同 不同東西 我超級喜歡長崎蛋糕 然後我也很喜歡台灣的蜂蜜蛋糕 但是我不希望別人會覺得 別人把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比較 因為我覺得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錯了 那我大概能理解為什麼日本有客人來台 會人手一杯珍奶 對呀 你知道曾經 我忘記是卡妹跟 卡妹跟她同學買了珍奶 她只是自己很想喝 然後就是附近的日本 不是附近的 有一個日本客人就是說 你看那個年輕日本人也買了珍奶 我再講一次好了 就是疫情嚴重之前 有一個日本 從日本來的觀光客 以為卡妹也是日本觀光客 然後她在 差拜點了 差拜點了 對珍珠奶茶 然後那個日本觀光客 以為她也是就是 卡妹也是就是 那什麼 卡妹也是跟流 跟著流行 對 對沒錯沒錯 那個日本觀光客以為卡妹是跟風的 但其實不是 卡妹是在台灣 生活的日本人 跟 日本跟風的觀光客不一樣 不一樣 卡妹用中文點吧 怎麼 怎麼知道是日本人 好像是她跟日本 朋友聊天嗎 忘記了 所以卡妹看起來還是日本人外表 應該是她跟日本朋友 在台灣生活的 有可能是留學生 就是一起 一起買飲料吧 上次去日本買了 一盒綠色外盒巧克力 以為是抹茶 結果是芥木口味 哈哈 上面沒有寫嗎 上面沒有寫 如果她不講日文 別人不會覺得她是觀光客 嗯 我也覺得日本人跟台灣人 長得很像 但是我還是判就是 可以判斷她是 她是日本人還是她是台灣人 看不懂日文吧 卡妹看起來比較像台灣人 我是這麼覺得 對卡妹這時候應該要開始講台語 可惜卡妹不會講台語 她只會講中文 我沒看這就買了 其實看臉還是翻得出來 日本人跟台灣人 臉是還 我是看髮型跟衣服 結果盒子上有畫三 慚愧 其實還是不一樣 對對對 日本人不太會穿短褲 卡妹講山不太會穿短褲 可能會不會說什麼 我不會講台語 卡妹可以學一下台語 我不知道她身邊的朋友能不能叫她 我問莉卡你會不會講台語 她說不會 可惜我沒辦法學台語 我沒辦法跟她學台語 最主要的差別還是穿衣服 我也覺得是衣服 可是牙齒 平常走路的時候 我不會 我不會特別 特別看別人的牙齒 如果有吃過台中腦店的長期蛋糕 不知道那個跟日本 到底 台中腦店的長期蛋糕 什麼意思 不是蜂蜜蛋糕嗎 不是古早味的那種蛋糕 是真的 真的是長期蛋糕 我本來以為我可以分得清楚日本人 但是マコトさん讓我認不出來 喔 你們已經知道マコトさん了 我會不會講台語 不會 莉卡不會講台語 莉卡不會講台語 找莉卡一起學台語 マコトさん太像台灣人 她是台灣人啊 她是很像日本人的台灣人 是啊可以傳給你看 哦好好好等你 等下下次我可以問安安說不定他知道 他很會講日文耶 而且聽說他不是自己學的 不是他不是就是跟著老師學 他是真的是讀字學 然後還可以講那麼厲害 我一開始真的嚇到 我一聽他的日文就覺得好厲害 他本來就台灣 是因為他太像日本人了 當我聽到中文沒口音的時候嚇到 但他基本上沒什麼口音 好我現在懂你們的意思對不對 就是 就是有人說賣獎很像很像日本人 跟這就是一樣的意思就對了 感覺傑恩子來跟一家學台語 台中那個人家都說比較像發稿 發稿 我該去教一下一陣台語 他以前在日本工作 好像不是他在台灣工作 但是常常跟日本的藝人嗎 反正就是常常跟日本那邊有工作的樣子 對好厲害 好厲害 阿滋師さん很像台灣人 沒有吧 阿滋師さん我真是已經 他是日本人的臉啦 我自己覺得 阿滋師さん 我就是 評比 不是評比 二騎生篩選活動 第一階段的時候 阿滋師さん有來 阿滋師さん有來 然後 我一進去就知道 喔他是日本人 對 可能工作上常跟日本人結 對對對應該是應該是 對一定是 而且他很厲害 他都 他 他有合作的藝人 都是很有 超級有名的 很有名的藝人 賣獎很像日本人 白酒不是嗎 對啊 可是大家不是說 賣獎是很像 日本人的台灣人 但是乾商人 但比較台 是嗎 阿滋師さん 我覺得他 他中文很厲害 但是阿滋師さん 是日本人的 他中文很像 台灣的 看不見 看不見 那種 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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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我有去玩了一下 留家介紹的遊戲 喔 你會日文嗎 嗯 哈哈 超好笑 你知道 他露閃他 他超厲害的 他 他用七戰 就已經可以 可以跟他做了一些事情 哈哈 話說昨天研究的是 你男友的遊戲 發現我很不會聊 男生 可惜 欸 阿滋師さん 池 他 他 阿滋師さん 他 他 他 啊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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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欸 待って 怖い 怖い 先 何言った私 欸? 欸? 待って 我問你們一件事情 之前 TPE 的時候 帶領的那個日本帥哥 他叫什麼名字 我以為他是 他叫Aziza 好可怕喔 我該不會記錯人家的名字嗎 待って 待って 怖い 思い出せない TAKESHI-SAN そうだ TAKESHI-SAN 我剛剛完全搞混TAKESHI-SAN跟Azushi-SAN ごめんなさい なんでAzushi-SANの話ししたの? さっきじゃ おかしくない なんでMAKOTO-SANからAzushi-SANになったの? おかしいでしょ もう ごめんなさい 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 TAKESHI-SAN すいませんでした 三役も ちょうど 對不起 我竟然 我竟然搞出人家的名字 好用 為什麼從MAKOTO-SAN突然變成Azushi-SAN 想說很奇怪 Azushi-SAN跟TP有關係 是不是他說 他在說那個 就是TP的時候 主持的那個台灣 很會講這麼那麼帥哥 もうやだ ホントやだ 其實那 Develop base 這個實際 Noo 呀 我坐在這 有這種誤搭的 我可以去挑戰 口諱了 我沒想到這裏 效果都保測 denied 交遞球 是要我看 我剛剛查了阿珠是什麼都不會出現 想說很奇怪 我到底在幹嘛 給他叫Taget是什麼 我還以為龍部那個阿珠 都不認識沒有發現任何不對勁 我好想Taget是什麼 我二騎真的從來沒有被他叫過 從來沒有被他叫過 我很喜歡Tagetさん 對不起Tagetさん ごめんなさい 多分頭の電池がどこか抜けてたんだと思います 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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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ごめんなさい ちょっと読みましょう 話題を変えましょう 我要改話題 我剛剛是聊什麼 模擬難用的遊戲對不對 看看 愛記 Kandai 延蔗の淳珠さん 是非禮談台湾生活的這個好者 因為像是猶豫的 可愛位可樂的系列 OK ό~~~ も~~~~~ めっちゃ駄目だよ人の名前 人の名前間違えんの 寄りによって、その ねえ AKBと本当に めちゃめちゃ関わりのある大事な 大事な方で 這だから だって はい! 今到底沒用 今どうlex book 我很少講錯人的名字 我上次搞錯的名字就是 稻田前輩跟 稻田前輩跟稻奇前輩 他們名字很像 所以我看漢字然後就直接搞錯了 Luka等一下消失 應該不會 因為我有這個 等一下在吃 幸好剛剛沒有聽得懂 那遊戲有時候AI回答不出 會交給工作人員真人回答 怕 就是不能打太超過的 事情 就是我會 我會 我會殺你之類的 這個人就不行 嗯 不過日期本來就沒有遇到過 就只有 篩選 篩選的時候 有遇到過 剛剛聊到Taro桑成功做了一些事 喔對對對對對 Taro桑超厲害 Taro桑跟那個魔尼男友 他們沒有在一起就 對七張就已經夠了 真的 昨天的實況 現在最好的方式就是打開巧克力開始吃 搞不好Luka的問題都是STOP回答 什麼是我的問題 我第一句說 要不要一起去潘溫泉 然後他就跟我說好 對 那為什麼我的那個男生呢 我一開始說 對呀好期待 然後他 他一開始叫我們去更衣室 然後就沒有潘溫泉 嗯不懂 然後就浪費陣 あれ公開していいのか迷 啊でも日本語分かる人から見たら めっちゃ爆笑 我以為是不太會笑的 我以為是不太會笑的 少少許我以為很會笑的 而且我以為很會笑的 而且我以為很會笑的 二回目的那位 那位男生 那位男生和遊園地點 那位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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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女生 它是最好 Taro桑最愛的 他真的覺得 他應該是男生 所以就是知道 要怎麼 要怎麼跟男生聊天 他會開心 之類的 人帥真好 聽說就是真的打得太 太比較可怕 或是嚇別人的那種 那種事 突然工作人員會 跑出來說 這個問 欸 你講的內容 沒辦法 你的模擬男友 沒辦法 讓你回答 之類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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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一個主題 就是 模擬男友跟 主角 一起做摩天輪 但是Taro桑很好笑 他們一做摩天輪 Taro桑就說 我的那個節日 我的我的 我的末班車要來了 我要回家 Taro桑就是第一個男生很會 七戰就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 另外一個男生 他就直接 直接回家 還是Taro桑的那個男生 真的是比較喜歡男生 我不知道耶 可能是我講的不太好 那個男生就是 沒有很喜歡 太太應該 很懂得一副男生 我還真的不懂 要怎麼跟男生約胖溫泉 我也不知道 你們也不懂 我也不知道 對不起 我做了我自己當女生的心情 Taro桑 Taro桑 那會浪費一張嗎 會 Ryu哥是選哪一個 我一開始選的角色就是 就是跟Taro桑選的一樣 好像是漫畫家嗎 有點忘記 Taro桑還會掉男生胃口 Taro桑 戀然子 先去休息明天直播卷 哦好 辛苦你了 掰掰 很高 我就覺得都很高 應該很快 我也不知道Taro桑選誰啊 Taro桑沒有公開 哦對齁 我一開始選的就是有一個三十幾歲的漫畫家 有點忘記 因為一開始只能三選一 所以我就隨便選 對對對對 一開始只有三人能選 沒錯 以後應該有個LUKA AI遊戲 喔 感覺不錯耶 感覺很好笑 很好玩 他都在南外長多不得了 後面好像有更多人的樣子 我是沒有玩 對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俊君 太朗子也俊君的類型 我能交兩個帥哥好開心 對 我也不想選那三個 不然你想選哪一種 謝謝桑櫻花 那LUKA模擬女遊遊戲一定當然 喔 對 說不定我玩那整就是女生 模擬女...對 模擬女遊的遊戲 我可能比較...我可能比你們會把妹 對啊 陸泰蘭 陸泰蘭應該很會把妹 對啊 可是陸泰蘭都... 陸泰蘭不會寄女朋友的名字 這樣真的不行 看到沒 陸泰蘭能選就關了 聽說之前AKB 他們不是賣了 什麼戀愛遊戲嗎 那邊那個 陸泰蘭一家一日男友 沒錯 話說昨天閃燈 LUKA被尋找了十幾次 其中幾次是我自己找的 其他就是應該是粉絲吧 名字不用叫 一日叫寶貝就解決了 一百四十九分之一 AKB有兩款遊戲 戀愛手遊吧 PSP的一百四十九分之一 那是可以做到哪個程度 結束是什麼 對 他們的結尾是什麼 跟他結婚還是跟他交往 還是他是偶像沒辦法交往 只能跟他 只能跟他聊天 之類的嗎 我可以跟他們一起幾隻幾隻 只有免費的七張 那時候為了玩那遊戲去買PSP 目前好像有一張卡牌手遊 有三代有四十八分之一 四十八分之一 四十八分之一關檔 一百四十九分之一 就成員跟你告白 成員跟你告白就是 結束是不是 只能告白 對 大家想說 AKB有很多年輕的 年輕的人 然後 偶像不能跟你們交往 這樣 嗯 成員告白 對 尤卡覺得可以幹嘛 不是 那種 我平常 平常一般的戀愛遊戲 通常都是可以 最後可以結婚啊 不然呢 佩蘭到底在說什麼 你完了就知道了 對 可能跟新動時分一樣 最後告白而已 對 告白完就結束了 所以你們要挑戰 一百四十九個成員 對你告白是不是 每位成員 每位成員有自己的告白方式 對 而且成員告白還可以拒絕掉 哇 告白完即失戀 成員告白就出盡三個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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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分之一連愛総選舉 回到 這樣太累了 沒有我只玩一個成員而已 我每次都只選那幾位 喔 所以玩了很 就是 成員跟你告白是不是需要很多 花很多時間 有買DIC還可以Kiss點 喔 決定完了拿到了 島崎先輩 告白拒絕後直接被 拿哨把趕走 哈哈哈 PSP遊戲是寶貝主機 成員告白完 該位粉絲永遠出鏡 然後那個 那個我現在可能也要就是 離開團體是不是 一個成員可以有三個 結局 有拒絕 有告白 還有接完彩蛋 喔 好酷喔 還好玩一輪不會很久 然後內容是他們自己想的嗎 還是遊戲公司幫他們想的 欸嘿嘿嘿 成員錄製這遊戲要錄很多種類型的影片 如果Lucas被拒絕會怎麼回應打人嗎 怎麼可能會打人 我想一下我真的被拒絕喔 我想一下喔 我應該笑不出來 遊戲公司的劇本吧 遊戲公司 有些好像是成員自己理想的戀愛方式 喔 排球殺出來 雖然這樣感覺比較好 比較好像 Lucas沒有被拒絕 只是被移毒 欸 什麼意思 Lucas要怎麼告白 Lucas要怎麼告白 我愛上你們你們就知道了 有慢慢多模式可以玩的 聽日本網友說有人玩到隱藏模式 喔 也有這種模式 好酷喔 好酷喔 拒絕就像前運直達那樣 一把手 被拒絕遊戲就game over 就是遊戲嘛 還是要有一些特殊的情節 Lucas只有 只有我拒絕了 大打優子前面告白好像是 搭直升機 想知道這個彩蛋 Lucas被拒絕的話 我想應該是拿鐵字排球出來炸人的 太可怕了吧 今天你們 今天你們都不敢拒絕了 Lucas可以設定一個告白成功 然後每天都要跟Lucas出去跑步 Lucas告白吧 Action Action 等一下 Ruca告白吧 我跟你們告白是不是 我好想知道他們都怎麼告白 本來就不會拒絕 你怎麼會覺得我們會拒絕 Ruca最想要被告白地點在哪裡 Ruca最想要被告白地點在哪裡 就是 人不多的地方 如果被Lucas告白只會有一個接受的選項 你要接受嗎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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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三個選項都是接受 哈哈哈哈 網路還是要接受影片可以找 好的 今天就要來150粉絲 Ruca丹 150成員 握手隊 哈哈哈 欸 実在握手隊家的人有嗎 哈哈 你們有些人實感的樣子 這個感覺 一小 接受好不好聽下去 那遊戲YouTube都有 影片可以去看看 OK 如果不接受呢 如果不接受 呃 那个 再会显示 你要不要接受 然后变成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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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让我想到突然是yes or yes 只有一个选项 有三个选项 但是里面的答案都是一样 断断了 断断了 许多了呀 然后发生 虽然发生 到年了 许多了总是要知识计 这样发生 代表 像也是代表 但有三个人 但又是相orted 這個呢 ゲームで なんだろう 對 三個選項 YES 好 跟洛卡 YES 好 Hi YES 好 全部都是不同國家的語言 那當然是YES 強迫強迫 謝謝千日送我花最精彩 對 1 好 2 YES 3 はい 逃げられないって感じ 怖い 人家好可怕喔 那你們當時是 你們當時玩誰的 突然想起某一集的AKBingo 期待team tpver 那你們一定要玩我的喔 好可怕喔 選三次不要會出現 新鮮頂人間蒸發 可以 只玩洛卡的可以 那時候我選麻油 都編麻油前輩 不選YES遊戲就沒玩 然後我要一直弄 洛卡才會一直告白 對 還有關注的成員 玩很多人用的大弟弟 人氣成員也會想看 看他們的劇情 全部都選 而且這遊戲有個特色 一如拒絕路卡告白 Dika的感情線也會一直吹 喔 真的喔 好奇怪喔 一定會只選路卡 一定會只選路卡 還有小迪耶 好要喔 tp1分之1只有路卡 很好笑喔 tp1分之1 就是只有我 就是只有我 只有我 誰會玩的 因為149個人太多 所以就覺得一個 像是類似的一口氣都會失敗 喔 我還記得沒有前輩的告白影片 是參泳裝 參泳裝跟 參泳裝告白喔 是跟 男朋友 就是 假設跟男朋友一起去 去看海邊還是去 游泳池嗎 然後那時候跟你告白 喔 這邊我一定會選路卡 我家後人好像哪裡怪怪 跟著路卡一起晚上散步 對啊 感覺不錯 當然直走路卡線 眼神飄走 欸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呢 馬上了 全部的選 選擇是Yes 是遊戲的社會 社會 全部Yes 全部Yes 喔 喔應該都廣島那代 就是全 全人用裝 喔 Fantasy感 有一個專門在 關...關島 關島拍的 那時候不知道 選Mineki 選Mineki前面的時候 因為要蒐集要素 選了拒絕 一堆成員 翠光光 通常不是別人 通常不是別人 喔是因為他們是好朋友的關係嗎 就是會 如果你們拒絕麗卡 我就會覺得 為什麼你可以 你怎麼可以拒絕麗卡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路卡的乾白劇情成功的話 跟路卡一起吃冰嗎 一起吃冰 伊伊斯兵也可以 路卡也可以穿泳裝告白 我才不要 跟路卡約會的地點只有算 對啊 只有爬山 換了路卡凌晨一起去散步 正確無誤 路卡告白會想穿什麼 我沒有想過啊 對 就友好的會一起灌 差不多類似這樣的感覺 選路卡會得到 活了有一個很愛錢 那個遊戲也可以這樣嗎 如果跟什麼 啊如果跟什麼 Fresh lemon醬 就是 告白成功 他會送你檸檬之類的 會嗎 修落場 因為Mineki前面要好 要好的成員超多 哦 了解 那我的話沒關係 你們拒絕我頂多 頂多只有 Rika前輩 Rika的 那個 好感度會下降而已 Rika對你的好感度下降 Rika就將會由 也不是 Rika真的 有一個小小小的團結婚了嗎 幫露卡準備好149分之1HKT部分的告白影片合集了 小兒子網點可以看 好的 另一種情況是你跟一個成員好感度特別高 有些成員的選項也會脆光光 反正我是不可能拒絕 這樣太好了可以拒絕露卡 括號不對 但也有一種可能 例如你跟這位成員來往 跟他要好的也會來找你 所以要攻略Lika要不能拒絕露卡了 你要先跟他好了 你要跟先他就是 不是應該說你要攻略Lika不能跟我太好 差不多了我要關播了各位 今天辛苦了我明天也會開播 選擇Lika的話卡妹那段會斷掉嗎 沒錯 卡妹變成你的妹妹囉 怎麼最近都會聊戀愛遊戲 對啊為什麼 是誰先提的我嗎 好像是我耶 德權今天辛苦了卡丘辛苦了 玉璇辛苦了 拒絕露卡後 宜貞 你終於拒絕她了 我們可以在一起 其實很多遊戲都是這樣啊 通常不能選很多人 只能選一個人 Lika直播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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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還有一種模式會有成人殺出來 好可怕喔 還會這樣 修肉殘是不是 這樣不錯選Lika會多一個妹妹 然後Lika會衝出來直接告白 記得要從卡妹那邊拿到Lika Lika的財財 也是你自己提的 沒有 昨天我昨天是確實我自己提的 然後149分之1也是我提的 我想說 我一開始就說 好像AKB之前有這樣的遊戲 大家辛苦了晚安 拜拜 早點休息喔 雖然可能我不會早點休息 喔對我還沒念版對不起 今天的第10名是誰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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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第10名是笑笑 謝謝笑笑 第9名是翔羽 謝謝翔羽 謝謝翔羽 第8名是青雲 謝謝青雲 謝謝青雲 第7名是北京熊 謝謝北京熊 第6名是Lekua 謝謝Lekua 第5名是… 等一下 第5名是Seiga 謝謝Seiga 第4名是崇聖 謝謝崇聖 第3名是Kukume 謝謝Kukume 第2名是Ringo 謝謝Ringo 第1名是Saya 謝謝Saya 謝謝Saya 晚安這個直播辛苦了 你們也辛苦了 大家明天見喔 今天沒有聊完 沒有聊完的就是明天再聊 然後可以玩完 會講日文的可以玩完看那個遊戲 看有人能不能超過Taroさん 好嗎 劇了 小休閒 %. agine 沒有集會 緊張完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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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再見 再見